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我在居室里偶然之间看到洛杉矶的一份杂志 墓西 里面有一个统计表 从统计的数字 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忧虑 也会让我们立刻体验到这个世界灾难不能避免 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自求多福 还得要帮助别人 这是我们当前的纪物 佛教导我们 断卧修善 破弥开悟 断凡成圣 不但是佛菩萨这样教我们 我们读读其他宗教的书 几乎每一个宗教 都是这样教导 都是这样教导 从佛华 阴光当中来观察 每一个宗教的教主 我们肯定都是祝福如来实现的 就如同华言经上我们看到许多神众一样 我们看到天众神众 全是读佛如来化身实现的 他们的说法虽然不一样 你仔细再一观察是相同的 没有一个不是教人 断卧修善 断卧修善的教条 也几乎是相同的 西方最有影响力的 基督教跟天主教 他们的设计 跟我们的无界实现 可以说是完全相同 净思天主修学的那些原则 跟我们佛法讲的 尽念相及 也完全相同 我们讲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他们也是这个要求 知识佛法讲的透支 将俗为然的道理 解释明白了 我们能够深信不疑 我们能够深信不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病 世间会有这么许多不幸的事情发生 今天早晨 傅局师告诉我 纽纽西兰的南面 大水 澳洲的外围发生 6.6.5级以上的地震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灾变 我们要提高警觉 我们要提高警觉 中国 中国 英语讲的好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只要能把人和处好了 什么事情都一帆风顺 为什么我们跟一般人不能相处 相处不好 这是大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把这个问题认真去考虑过 这是真正的学问 真实的功夫 如果真的是个善人 人人都想接近 人人都想亲近你 人人敬爱你 依止你 在佛法里面讲 如果我们想替人家佛物 人家还拒绝 那要回过头来 要认真去检讨 我们热心想去帮助人家 为人家佛物 人家还拒绝 如果不检点 不反省 我们自己的故事 永远不知道 故事不知道 是从哪里改起 这无从改起 改 就自己向上提升一层 也改进 进这进步 超凡入圣 凡圣的差别 最简单的说法 凡人是 只见别人过 不见自己过 圣人恰相反 只见自己过 不见别人过 六族慧能大师 就讲得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世纪遇到一切事情 他自己反省 故事决定在自己这一边 佛如是 事法也如是 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到 欲王 圣王 遥顺欲堂 二十四孝 圣王是摆在第一位 中国讲孝道 莫有不舍 大圣 圣为什么 给我们 孝道做第一个 好榜样 就是 他不见别人过 我们从历史上记载 他处的境 逆境了 极卧烈的人事环境 他的后母 父亲听后母的话 后母 生的这个弟弟 畜生 极虑 要置他于死地 他自己心目当中 觉得他父亲 后母弟弟都没有故事 故事在自己 为什么我会叫别人讨厌 连父母兄弟都讨厌 天天反省 天天检讨 天天改过 终于父母兄弟 对他都好了 不但一家人 感化过来了 邻离香港 到最后感动过往 姚王 听到有这么一段事情 姚王把女儿嫁给他 王位让给他 这圣人 凡圣差别在此地 凡人就是 字母 我是老大 我没有过时 通通是别人过时 这是凡腐 圣人是 一生过时 罪业 别人都没过时 这是凡圣的差别 事处事件 神仙 不但是教我们 做出榜样来 给我们看 菩萨 自行化他 自度度他 我们就以 顺做个例子 顺能够天天反省 天天检讨 天天改过 他成为圣人 他自己度了 他的父母兄弟也度了 如果不是父母兄弟 用这种恶劣的态度 他怎么会成为大圣 他成圣人的功德 从哪里来的 父母兄弟给他的 所以自己成圣 他对父母兄弟 也是圣人 如果自己处在逆境 起了物逆 自己堕落 他们也一同堕落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在小德佛在经上讲 菩萨成佛的时候 大地众生同成佛道 这句话 你就懂得了 菩萨怎么修成佛的 一切众生做真上缘 他把他的烦恼 吸气断尽了 在哪里断的 就在环境当中断的 无论是顺境逆境 菩萨所修的 真诚 别人用虚伪对我 我真诚对他 别人以真心对我 我也用真心对他 永恒不变 修清净性 修平等性 修觉悟性 修慈悲性 如果没有这些人事物质环境 你到哪里修啊 就自己成佛了 情与无情 同源终止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小德四十真相 千万不要供高 我们 等待人文的道理 人与人应该怎么相处 古人告诉我们 真诚 心虚 卑下 儒家讲的 理的精神 就一句话 自卑而尊人 这是理的精神 把别人抬上去 自己在下面 那佛法里面 诸位在华言里面 就看得很清楚啊 你看华言五十三三 每一位菩萨 都是自己非常谦虚 尊重别人 无量法门当中 我只知道一刻 其他的那些善知识 他们知道的很多 我比不上他们 哪有一个公告磨漫的 哪有不谦虚的呢 我们没见到 这个并根是什么呢 并根就是字母 这是一般知识里面讲的 可以说六道反腐 都是以字母 为宇宙的中心 生气共高磨漫 所以佛法高明 高明在哪里啊 佛法高明在无谷 这是真高明之处啊 无谷 所以佛法不是以字母 为中心的 佛法的中心 是法神 是自信 法神 必予切除 自信 非恐非有 这个才真正讲到了根本处 可是我们要能证得 如果不能证得 我们就不得受用 要想证得 要真修啊 佛 给我们铺好了一条道路 只要我们 寻规 涛举 依教 风行 我们不难 其入 祝福的境界 佛境界 花言经 将讲的 佛花言 故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生活 是学集为人 我们讲学集为人 已经错了 反复的观念 没有自己嘛 学什么自己 人就是自己 为人 就真正为自己 为自己的发生 为自己的慧命 所以说学集为人 已经落到第二亿了 那不是证据 什么是自己呢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是自己 所以他不是以自我为本位 他以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为本位 那么这是凡圣在理念上 不相同的地方 所以学佛 特别是大臣 一定要肯定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是自己的亲近发生 僧罗万象 是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心即是福 佛即是心 那么换一句话说 僧罗万象 皆是诸佛如来 实现 普贤菩萨教我们 礼经诸佛 所以在行本上 功夫上 从哪里下手 从礼经下手 是大愿望 礼经 祝福 那个祝福 情与无情 通通通通是祝福 我们到 西科教的 祭坛 我跟他们一样 跪下来拜 你们感觉的奇怪 我觉得那是诸佛如来的 映画 我也曾经 跟你们讲过 有人问我 念佛 怎么个念法 我告诉他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皆是阿弥陀佛 我是这个念法 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 每一个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围在我的周边 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 你把我看作凡夫 我把你看作阿弥陀佛 你们是真正的阿弥陀佛 一点都不假 为什么呢 新鲜是变得 这个哪里能夹得了呢 你要肯定 要欺辱 我们真诚恭敬心 才能生得起来 无量皆来的烦恼 傲慢习气 才能够化解 融化掉了 那么再有一个幸运 要求神希望极乐世界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第二条是说明人与自然环境相处之道 现在大家不知道跟环境相处 就破坏环境 很多人说地球生病 生态环境被破坏 古时候的 我们从许许多多文学作品里面去看 爱大自然 现在为了自私自利 破坏大自然 错了 我们对不起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会报复 洪水 地震 飓风 自然环境的报复 不要 错看了 佛经里面讲 树有树神 花有花神 山川都有神指 你爱他 他要爱你 你爱护他 他供养你 这个事情不是假的 树木花草 山川大地 我们常讲 有灵气 灵气从哪里来的 有神明主宰 所以要懂得 怎样跟自然环境相处 第三个人 人与天地 归于神的相处 我们说的近一点 就是人应该如何于各种不同宗教的相处 第一条叫我们人与人如何相处 要是把它扩大 就是人与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种族 如何相处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习惯 这个三桩四行 你要是明白了 通达了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一切众生都过得幸福美满 这是圣异贤人的教训 我们要懂得 今天世间人不懂 我们很难过 但是佛已经给我们说了 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心人无知 请上一辈 不赦道德 无有余者 你就不要怪他了 我们看到佛这几句话 我们心就平了 自己一定要好好地修学 我们很幸运 遇到佛法 不遇到佛法 也没有人教我们 我们也跟人家一样的无知 愚昧 天天造业 所以想到这个地方 父子教学 第一个德行 第二个言语 第三才是正式 文学 可见得德行给言语 是多么重要 我们今天 这两种教育 没有接受到 心是个好心 表现的态度 言语 使人家产生误会 使人家产生反感 一定要许 所以上一次 我跟大家提到 现在教小朋友的地质规 我们能把地质规学会了 就不得了了 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教小朋友 小朋友怎么会服气 你教我这样做 你都没做到 你来骗我 自己做到了 给他做个好榜样 大人所做的 跟这里所讲的一样 他相信了 他能接受我 自己做不到 叫别人这样做 不可能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要认真 要努力